太平市台中荔枝主要产区之一 为协助太平荔枝外销国际 上云科技公司出资委托中心大学 将这荔枝宝色防湿水的技术转移给太平区农会 未来荔枝的保鲜期将可以从21天延长到一个月 有利于打开国际外销市场 这一天产观学界也在市长林佳龙的见证之下 进行技术转移的签约仪式 由市长林佳龙及农业局长金发局长共同做见证 由上云科技公司出资委托中心大学 将荔枝宝色防湿水技术移转给太平区农会 这天产观学界三方共同签约 为开拓台中荔枝国际外销市场携手合作 经过现在的一个研发已经可以保鲜到一个月 对台中的荔枝 未来因为可以出口到向更大的量 我们未来就是可以专门锁定国际市场 这是一个企业去投入社会的责任的一环 我们相信这个案子在各方的合作下能够取得成功 那会有更多希望台湾的产业能够结合学界 结合我们各种业界不管农业也好 那发展出最适合台湾荔枝型的产品 国薪先红饱满出口前还要经过筛选层层把关 太平是台中荔枝主要产区之一 除了内需之外也固定提供外销市场 不过以往荔枝出口的保鲜期通常只有21天 现在有了这套技术 荔枝的保鲜期将能延长至一个月 让它的这个色泽不会褪色 同时这里面因为荔枝的表面非常粗糙 容易寄居一些这个维生物 那我们也必须把这些维生物排除 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 我们希望差别管理上有做 有更好的技术 在保鲜方面有更好的技术 在管理方面有更好的技术 把我们的所有农场比克做最好推销 市场讲的荔枝是一个单项而已 如果这个我们这个流程 可以做有效的一个整合的话 其实每种水果都有竞争力 延长荔枝保鲜期 有利于打开国际外销市场 市长林嘉隆也期盼 借此创造农民国际市场 及物流产业三营 让台中荔枝的鲜甜好滋味 在国际上闪闪发光 九军台中采访报道